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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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Keyles 大家好我是凡方 今天我們回來和大家玩新遊戲 這個《勇士不要亭》 這是歐美卡通風的卡牌遊戲 預約的時候送了2025周 好像有自選券 你可以在22隻SSR選擇 因為之後要組隊 所以可能會用到 除此之外 還有一翼鑽石 瓜分 還有很多iPhone 16 未換機 自己去留意 有機會 大家在這個遊戲中 是做這個 部落的領袖 你要組自己的軍隊 然後出去打 然後有自己的部落 你要建自己的部落 首先讓大家看看 我們的角色的樣子 這個 狂風天星 是很部落的感覺 很圓扯很野生的 有一個傳說級的角色 然後有些是 史詩級的角色 然後它除此之外 你看到有些3S 即是高級一點 即是再厲害一點 令人的卡牌 嘩 賺錢 每隻角色都有自己的技能 然後你看到 這些角色 這個是法師 裙弓 控制的角色 劍勝 很明顯它是一個 戰士群攻控制的角色 不如看看這3S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刺客 突擊 爆發輸出 然後還會有說 它是什麼部落 什麼元素 那些 升角色 記得 除了要幫它穿上 狀牙 升級之外 其實這裡你可以看 它有每一個英雄 它自己有自己的故事 先介紹一些士兵 因為士兵有些普通的步兵 這些步戰手 然後有射手 長矛 頭彈 雙刀花 好笑 我想說 這個炸裂骨龍 這條狼 它應該會丟炸彈在後面 如果有一堆小兵 你一堆炸掉它 化迷光 還有這隻 獨角騎士超可愛的 它是獨角仙 它有的東西叫破陣 即是可以衝鋒 即是一開球的時候 撐出去 然後把整隊別人打散 疾風狼 它的戰鬥力挺高的 282 在藍色裡面 其他這些 250多 所以疾風狼 它還有一隻 叫做幻影狂狼 嘩 這隻 這隻 再強很多 有機會 這些去打BOSS的時候 它可以瘋狂幫你輸出 刺客突擊 這隻角色挺好用的 基本上 你可以組五名英雄上場 你選五隻英雄之後 你可以選擇每隻英雄 放在哪一個位置 士兵就無限 你可以用來填滿所有格子 看看要打的對手 究竟是 要多些坦在前面 要補血 要等東西 要什麼類型 你就可以 克制它去打 這些英雄 其實它也會有建議 它可能是不同流派 防禦增強 持續恢復 整隊都是匯血的 這隊的角色 這個很厲害 立刻試一場給大家看看 進來的時候 要看到 其實這隊 對面也不少 我想說 都是有很多 當然你可以看看 敵人究竟是 如何去排陣 然後再看看自己 如何早來打 會比較好 這遊戲升五隻角色 就應該可以了 它裡面會有一個 上面這個 這個 神木劑坦 最高的五隻角色 最低級是哪一隻 它就會把全部角色 都會拉上去 就是 所有角色都要特別再升 坦放中間 然後這些輸出的都放在它旁邊 但是這些法師就放後一點 塞一些士兵 然後士兵就塞進去 一件上陣 你看到 它就會塞一堆士兵 對了 選好之後 就可以 出戰 你看到 很開心 很開心 它們整個都走去不同的地方 而且你一邊打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 這些角色升起來之後 你可以幫它出技 出技可以選 當然 這裡最多小怪 當然是炸下來 這隻也是 這隻戰手 遠程攻擊 遠程攻擊的戰手 當然是追著後排的球 這隻打兩隻 這裡打三隻 這隻法師又打 放這裡 放這裡 打這兩隻BOSS 最後一隻補血 最重要 我這邊的血人 沒有補血了 馬上給他們補血 啊 手動一定 比它自動 當然你也可以開自動 其實 剛才不是說過 你要管理自己的部落 那你的部落 又會有很多不同的建築 你會慢慢再建 大本營 其實就是管理著你的部落 有什麼東西 升級你的部落 然後另外 不是啊 這個酒館 酒館就是召喚你的角色 士兵是很重要的 招呼到好的士兵 打場仗也比較容易 沒錯 這裡召喚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有 英雄 還有這個 士兵 都會在這裡召喚得到 這些 走 來 來 哎呀 有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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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我還沒有 有金會用的 它有雙金 才會有彈幕出來 現在它還有這個 2025抽送的話 如果大家是新手 無貨 那些 就可以滿足你 不斷抽了 抽到你自己開心 才會停手 沒錯 蛋金 蛋金 新英雄 新英雄 來一下 來個雙金的給大家看一下 會馬上通報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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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都是SS S S 馬上有韓巴強通知其他人 究竟是哪一隻呢 S 嘩 剛才有看過 青藍刺客 青藍刺客 刺客突擊 爆發輸出 SS 3S都會有通知 我試試看能不能抽到雙金 給大家 雙金其實都不是太難抽 它不用特別補底 基本上都會出到 上禁 都多 我試過一次 不知道你試過一次多不多 哈哈 突然間又要看手氣 哈哈 馬上沒有 哈哈 不應該亂說 今天的運氣用中了 要留下明天用 除了這個酒館之外 它還有一些英雄訓練 即升你的英雄 因為它可以英雄加英雄合成 升上去 這個酒館 我之前也有想過 因為你說這座成名可以升級 酒館也可以升級 對 但酒館是抽東西 那升級來升什麼呢 我研究了一會 酒館升級 它升級完超過酒館 你召喚的東西 需要用的轉型會比較少 哇工廠 哈哈 是不是很有趣 我第一次見過會這樣 除此之外 它裡面還有一些 手獵任務 都是派人出去 然後可以搜索一下東西 然後市場 就是商店 可以買東西 有這個部落 你要自己慢慢升上去 除此之外 當然還有很多不同的 有些試煉之塔 這裡一場一場打上去 可以獲獎 還有一個競技場 我們進去挑戰一下競技場 我們先找一個高一點 又不要高我們太多的人來打 幸好我們都高很多 哈哈哈哈 就用這個陣型來對戰你 我想說這遊戲 看它打的時候 是挺開心的 挺自然的 挺好搞笑的 一堆 不是平常 四打四五打五 不是五隻在打的 是一種大烈鬥的 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有一堆兵仔在四處走 那件事好笑的 然後我們試試挑戰一下 每天BOSS挑戰 這隻狡詐的恐獸 前面有一條斜 真的很發光 這些木很重要 因為你起步落的時候 你會用到很多木 BOSS來襲 然後你會看到 我們一堆人衝出去 一起餵他吃 嘩 他拿著你過去 哎呀他會打近攻 我不應該帶那麼多近攻的角色 可能你看到 反而遠攻那些 在旁邊很安全 是啊 可能帶士兵的時候 帶多一點遠攻 你看到上面也是 你不停打傷害 越打都高傷害 你看到有過一階 他就會給你一堆獎勵 然後再過一個數字 再給你一堆獎勵 看看你可以捱到多久 以及可以打到多久 OK 看看你打到多少傷害 可以拿到多少獎勵 除了每天挑戰BOSS之外 還有一隻世界BOSS 世界BOSS又不同 世界BOSS的話 可能有些比較漂亮的武器 都會在這裡 但是最特別的是什麼 最特別的是 它是有勁拍的 但現在暫時還沒有 勁拍的話 即是怎樣呢 打完這隻BOSS之後 所有人都會有機會 可以拍賣這裡 買到的東西 而有分打的人 就可以分錢 明白 對 即是有人打完後 打了分錢 尾刀的人 好像是會再分更多 所以記得到時候 不要錯過了 怎樣都要去摸一摸 可能你就是尾刀的人 就是尾刀的人 就是最後的 可以分更多 大家介紹了這個 這隻非常簡單 你基本上可以拿起手 然後掛機容易 換下的一個遊戲 現在還可以預約的時候 有2025年抽 還有22隻SSR任選 還有很多不同的福利會送 還有1.25隻 iPhone 16 之類的不同的東西 記得留意 大家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記得按個讚 還有按通知 下次再見 拜拜